136 大公報 迪迪托直升機服務 2015年7月14日經濟 B03大公報信 記者任麗西安報導 面對打車市場競爭激烈 迪迪打車實行離地開拓新市場 迪迪打車和西安航空飛行體驗中心 入前簽署合作協議後 雙方聯合推出一號專機 迪迪一件叫飛機服務 視閃西首個直升機由古城項目 用戶可通過敵役打車手機客戶端叫飛機出行 費用低至998元人民幣 據了解 西安航空飛行體驗中心推出空中由大雁塔 空中由中流 空中由巡嶺三條航線 均從位於航天基地的海直場直升機場出發 飛行時間10至20分鐘 價格從998元至1498元不等 其採用機營市美國羅賓信公司 生產的價值400萬的R44類鳥二四座直升機 飛行員都市飛行在3000小時以上 空軍退役飛行員 該服務目前提供三條航線 第一條途徑鶴岡為止公園 大唐富庸園大雁塔廣場 唐大慈恩至為止公園 西安植物園 飛行時間為10至15分鐘 收費每人998元人民幣 第二條途徑鶴岡海洋公園 省體育場 陝西順飾大廈、電視塔等 全程35公里 飛行時間15至20分鐘 定價1498元人民幣 最後一條航線途徑鶴岡山墨原線 秦岡河灘、陽莊水庫、湯嶼、關中平原等 全程52公里 收價1498元人民幣 事實上 滴滴專機已經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涉水 疑似西安可算首個城市正式提供服務 據西安航空飛行體驗中心總經理許國棟介紹 根據2015年國家相關政策 西安市首批開放低空空域的城市 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將向民用市場開放